屏東市清潔隊人員全部武裝到國民運動中心 進行消毒作業 因為敦目艦染疫者前幾日 曾到健身房運動 這次敦目艦隊群聚感染 屏東縣有4例確診 縣府昨日公佈社區活動足跡 今年針對這些場所展開大消毒 屏東縣長潘孟安一早就與 屏東市長林協松到國民運動中心視察 這幾個敦目艦隊的士官們 大部分都安置在其他軍方相關所屬的機構 所以也不用恐慌 至於他所到過的地方 那屬於他的生活軌跡 那這個除了疫調以外 我們也強化整個相關軌跡所經過的 這個連接觸的這個地方的消毒防疫 希望大家不要惶恐 那因為我們都做好一個全套的一個消毒動作 縣府表示根據初步疫調顯示 私立中有3例有社區活動室 曾出入的公共場所 包括屏東市國民運動中心 常治鄉 玄天上帝廟附近球場 屏東大學 環球購物中心及潮州健身工廠 白孟安今天也提及 建議中央擴大篩檢對象 把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納入裁檢 那接觸的人員相關的居家檢疫 那這個部分 目前這27位所公布的是居家隔離 那麼我們會跟疫情指揮中心來建議 應該來做一個居家檢疫 也應該作為一個檢疫的對象 屏東環球購物中心今天也配合防疫措施 宣布修管全面消毒 台門安特別前往關心 購物中心協理宣布云強調 今天除全管消毒 相關專櫃服務員 也將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後續也將進行追蹤員工身體狀況 多目艦隊染疫者曾到過的公共場所 全都展開消毒作業 縣府強調相關疫調持續進行中 也請民眾提高警覺 並配合各項防疫措施 才能將疫情傳播風險降到最低 評論新聞 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